根据中国海关总署最新数据,中国5月稀土出口约3640吨,环比下降约16%。 一致5月稀土出口19265.8吨,同比下降7.2%。 而境外媒体报道称,近日,中国发改委在两天之内针对稀土产业问题连续召开会议。 据台湾据亨网6月9日报道,市场分析人士认为,事实上中国发改委如此密集的动作与表态,并不常见。 报道称,中国发改委连续召开稀土相关会议,与会的对象分别是产业专家、稀土企业和产地主管机构。 讨论议题主要涉及稀土环保、稀土产业链、稀土集约化和高阶发展等。 业内认为,在密集会议后,稀土产业有可能出现新一波的政策规范,包含环保检查、指标核查和战略储备等。 报道称,美国目前所需的稀土,约八成依赖中国进口。 美国商务部报告承认,其所列出的35种稀土原料中,有14种完全依赖进口。 彭博社此前在报道中指出,美国商务部已建议加速调查美国国内稀土矿产资源储量及增加相关探勘许可执照的发放。 报道介绍,业内表示,美国本土有不少稀土矿被封存起来,中国一旦切断出口,稀土价格会上升。 只要上涨到足以获利,美国企业自然就会去开采。 不过,美国自行开采稀土的最大问题是,美国的稀土矿石往往和油等金属矿半生,所以处理成本远高于中国。 本期节目到此结束了,如果想获取更多内容请订阅,谢谢。